哈喽大家好,我是杰迪 最近中国国内开始一年一度的高考 这种大事当然也有很多不断刷新热议榜的新闻 其中每年都会有人把农民群体 农民励志故事搬出来和大家分享 靠高考改革制度改变很多农民家庭或个人的故事比比皆是 的确80年代至90年代的时候 一些贫困地区,一些寒门学子的确靠高考改革制度改变了命运 但你要说这部分人现在有多辉煌,多了不起,也不见得 一般人在城市里靠自己努力混到中产家庭已经是不错了 再往上几乎是不太可能了 那么敢问中国农民的路究竟在何方呢? 这个问题看似复杂其实也不复杂,多看看历史 中国历史几千年了,说是华夏文明五千年 但我不赞同这个说法 具体的我们以后再讲 我们中国暂且承认它有几千年历史吧 但农民从来都没有出路 大家好好想一想 但凡农民有出路,何至于几千年农民起义周而复始没有穷尽呢? 让我们和发达国家比较一下吧 发达国家的农民有出路是因为 美国农民有高额的补贴 法国的农民可以随时上街游行示威 韩国的农民有强大的本国农业保护政策 所有的综合起来就一句话 农民有话语权,政府给钱 注意话语权这三个字 而我们的农民一直都没有过话语权 起义也是因为没有话语权 而且被压迫,被剥削太久了 但是,政府其实不生产任何价值的 尤其是现在,他们自己也说 他们是人民的公仆 所有政府掏出来的钱都来自于人民上缴的税收 我说这点没有错吧 发达国家的农业其实是靠全国人民补贴的 和大家想象的不同 时至今日,农业依旧受气候水土影响极大 而且与化肥、总业、农机息息相关 如果仅靠种地,即使是发达国家的大农场主也经常面临 入不敷出的窘境 如果没有补贴和政府兜底 单靠种粮食哪个国家的农民都过不好的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现在的情况呢? 我们来纵观所有的历史 不管是国内的、国外的 农业想要挣钱 从来就只有两个方法 第一是奴隶制或办奴隶制的经济方式 比如美国的种植园 中国的大地主 印度的现状 种地的固然半死不活 但农业确实是很挣钱 不管是美国南部的奴隶主们 还是中国古代的大地主阶级 还是现在的印度卖粮食赚大把钞票的 他们都很富有 第二把农业相入整个经济体系中给予补偿 比如美国 虽然种粮食不挣钱 但是种子化肥农积是挣钱的 而且美国是富有的 也愿意给他们给这个种地的补偿 这种农业整体是赚钱的 而且这种种地的收入也还可以 但在中国这两个情况都不存在 不允许他们存在 我们倒是有农村和城市的剪刀叉 但却是取农村而补给城市 作为既没有话语权 又得不到国家补贴 甚至还有补贴国家的中国农民来说 不可能有出路 我们再来说读书 对于寒门出来的高材生 在城市里面孤身留下来 没有权没有钱 没有任何裙带关系 你觉得能够靠自己走上去的难度系数 有多大 说到这个话语权 就在前一阵子 上个月的事儿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中国一些地区是种麦子的 农民主要种植农作物就是麦子 麦子大米 中国大豆都少一点 另外就是其他的一些什么蔬菜呀什么 那这不是国家有那个环保的那个要求嘛 一些地方设立了不少这个环境监测点 有一处距离麦田比较近 农民一栋收割机监测点就超标 环保局就来人了 勒令停机 虽然勒令停机 但种了这么久的麦子怎么办 得收割呀 不让用机器怎么办 让农民手动收割 真他妈的恶心 sorry 原谅我的粗口 还有一个周期律的问题 关于周期律 大家也甭指望周期律 周期律有用是因为 以往的历史人民实在活不下去了 左右都是一个死 两害相权取其亲 不如争一下 说不定还有活路 但是现在你争一下一定死 你不争生活虽然艰难 但不至于死 美国什么铁锈带 日本废宅 为什么有选举权也起不来抗争呢 为什么年轻人再郁闷也只是摆烂 躺平不合作 为什么农村老人再绝望 也就是把儿子堵死了 把儿子捆起来 谁都不傻 这个活着 这一两亩地 就足够酸住人了 我记得在农村 应该是一个人 是一亩半的这个定量 这个田地啊 那时代变了 没有周期律的爆发 所以我就说没有出路 这么多人这么点地 而且没组织 没话语权 没生产资料 还想怎么样 人多资源有限 若是群体活着就行 哪有什么出路 大家觉得农民有出路吗 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欢迎大家来讨论 也感谢大家的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见 拜拜